学佛从哪里学起 从经教学起 你现在开悟啊 搞明白了障碍放下了 我为什么要放下欲望 为什么要放下名利 为什么要放下自己 这有道理在啊 你这些道理没搞清楚 你就放不下 放不下你就有障碍 你学佛法就得不到佛法的利益 你所能够得到的 就像廖凡先生一样 那是没有放下的 你得到的不是人间一点富贵而已 辽生死出三界没份啊 佛法里面真正发习没得到啊 你得到的是功名富贵 所以原来是佛宝 廖凡先生修的是佛宝 不是功德 他没有把佛宝 他没有把武物放下 武物放下才是功德 最低的 最低的 就许图很苦 那个就了不起了 虽然是个起码最小的 在大臣是 是姓 初姓位 就好像小学一年级 在学校里的最低的这一级了 就不得了了 他所得的 我们得不到 他所得的是 六道轮回 他还没出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他决定不躲三国道 他在六道里只有两道 天道 人道 他不会躲三国道 也不会躲阿修罗 所以今天称他们为圣人 圣人是说 一般人做不到的 他做到了 而且在六道轮回 他是有期限的 我们无期限的 我们可怜的 无期限的 他有期限的 天上人间 七次往返 他就正阿罗汉 正阿罗汉就超越六道了 所以他在六道是有期限的 凡复在六道 蛮有期限的 他在六道轮回 他在六道轮回 他在六道轮回